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副總統就職 南非代表處當地時間20號晚間 舉辦慶祝酒會 包括南非政要 工商代表以及僑借 等約250人出席 現場並安排精彩的原住民歌舞表演 邀會賓同樂 場面溫馨感人 駐南非代表陳忠表示 這次是中華民國第三次政黨輪替 也是首度國會多數黨轉換 民進黨順利接手 顯示出台灣民主法治運作成熟 同位女性的南非國會議員庫諾 也在現場盛讚台灣民主制度 與會的南非工商總會理事長庫瑪羅 則對於總統蔡英文的就任 表達高度期待 我們在台灣的第一次女主席 是我們在南非國會議員庫瑪羅 我們非常開心 在那種母親的感受 進行業、事業、政治行業 和政府在台灣的主席 來到首爾的520就職酒會上 場面也不遑都讓 駐韓代表處除了邀請喬介和台商代表 共襄盛舉 都為南韓國會議員也到場表示祝賀 國會女性家族委員會委員長余晨熙表示 蔡總統帶領民進黨革新改造 更突顯了領導人的嶄新面貌 領導人們的進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